一位俄罗斯军事外交消息人士透露,中国已经接收了第一批俄罗斯制造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。 据俄罗斯塔斯社7月26日报道,俄罗斯签署了第一批S400系统的验收证书,该系统于2018年5月在俄罗斯装传出海抵达中国,在文件签署后,系统就将完全移交给中国。 目前,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,没有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。 2014年11月,俄罗斯与中国签署S400系统销售合同的消息流出。 2015年11月,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顾问弗拉金米尔科金,证实了这些报道,俄罗斯军工企业内部匿名人士2018年1月曾透露,俄罗斯与中国签署的S400相数合同,既不包括技术转绕,也不包含系统生产许可。 据悉,2017年,俄罗斯就如何使用S400系统,培训了一批中国军事人员,此前有报道称,2014年9月,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和中国国防部签下总额超过30亿美元的订单,内容包括向中国出口四个营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,另有消息称为六个营。 据介绍,S400系统,是一款俄罗斯制造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,可以担负从低空近距离到超越成全空域的空袭打击,具有一定的反弹道导弹能力。 俄罗斯方面,宣称由于升级了先行搜索雷达和火控雷达,S400防空导弹,可以有效对抗隐身目标。 S400导弹在使用40N6型防空导弹时候,打击距离为400公里,48N6DM型防空导弹时打击距离为250公里,使用9M96E,可以对抗40公里外低空高速目标。 中国是俄罗斯S400系统的第一个海外买家,将先后收到两批S400系统。 曾有中国军事专家称,中国引进S400,是用来替换S300的老舰落后系统。 S400采用X波段的制导雷达,拦截超低空目标能力也降好。 S400配备多种导弹,在防空,反导方面更加均衡,它的反导拦截战斗不较大,对反导能力进行了优化。 曾由台湾媒体报道称,S400射程,可覆盖整个台湾。 对此,中国专家指出,受陷于技术体制,S400不是游戏规则改变者,也没必要夸大其技术优势。 根据现有信息,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的S400系统,并未装备40N-6导弹。 据俄罗斯观点报披露,用于装备S400防空系统的40N-61远程导弹于2018年7月3月,在查普斯金亚二把场成功完成国家测试。 该报道称,改型导弹可能于2018年9月前装备部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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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